我曾經去過一些聚會 首先,在我未去聚會之前 我曾經有不同的事情 其中是幫助一些群體、一些基督徒 幫助他們的靈命更新 我有兩次聚會 本來只是安排一次 但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聽到你講,我很想學你那種講道方式 我如何講道更有力量 於是我又招聚他們訓練他們 如何講述信息 其實當時我也是準備乘飛機 所以我一直在執事 但他們都說,你一直在執事都講得很有條理 因為我講到如何講出神的屬性 他們聽完都覺得很好 我都會繼續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跟神的關係 另外,因為我又認識 另一個在網上認識的基督徒 他的教會都有很多軟弱 很多困難 其實都很困難 但如何困難呢 在他們平常參加聚會的教友 只有三個是中年 其他全部是很老的 並且有些是走路不便的 所以這個教會真的要強起來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困難 我講了第一堂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是好的 因為我講到普遍我們的動力 我們如何去愛神、尊重神、親近神 侍奉神這些 他們都認同的 我覺得第二堂 一定要跟他們講關於聖靈充滿 如何可以幫助他們的教會 因為如果他們的教會有聖靈充滿 有些新人來到或傳福音的時候 為一些人祈禱 他們可以經歷聖靈 可以帶他們信耶穌 更加容易帶他們信耶穌 他們都看到耶穌很真實的幫助 我的心就是想著這樣去幫助他們 那些教友很接受 因為在第一堂聚會的結束時 我已經為他們祈禱 其中有一個姊妹 跟她祈禱時 她就充滿喜樂 她在喜樂湧流 他們覺得很好 我逐個問他們 你接不接受 每個人都接受 我覺得很好 第二堂說到聖靈充滿 對於侍奉的幫助 以及對於教會的更新的幫助 但其中有一個領袖 在第二堂說到聖靈的時候 我看到她是不接受的 而且有兩個都是教會的領袖 兩個都不接受 另一個甚至是早離開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可以做甚麼呢 第一個 有些人不接受 她走出去走走去 我跟那個邀請我來的人 我便說你不如請他進來 我跟他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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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 其實整個過程 我講的都是聖經所說的 人可以經歷神的工作 而我用的方法都是聖經所說的 他讚美神 到底將來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 我都說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這個教會 我可以回來幫你們 當然等到他們真的接受 他們不接受的時候 我不會回去 因為沒有甚麼作用 不能夠起到甚麼作用 這就是我曾經停過兩間教會的幫助 然後我就去到這個聖會 Andre Spissani 就是一個很聖靈充滿的人 我去的目的 就是想領受更強烈的神的同在 領受神強烈的恩高 停留在我身上 讓我更加帶著聖靈的能力 去祝福別人 這就是我的心意 目的就是這樣的 他的確是很強烈的聖靈的同在 他去一些聖會 尤其是在那些開放的國家 他開放的國家 即是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他一揮手 是幾百人一千人 即時在聖靈的能力之下跌下來的 這是聖經有講到的 譬如約翰和蘇羅 都看到榮耀的耶穌就跌在地上 中文聖經和合本翻譯做 跌倒 其實原文不是跌倒 是跌倒的 他們在神的同在之下 人會跌倒 也會有些會搖動 Andris Bissani 他一揮手 幾百人一千人都跌在神的能力之下 很多人都經歷聖靈 亦有很多很好的見證 所以我很想去看看 最重要是經歷 去保持 不過因為我其實參加過很多聖靈的聖會 亦都被很多聖靈欣高充滿的人 是按手 而我發覺最重要是保持 即是說如果有一群弟兄姊妹 很投入祈禱 保持的時候 那個作用就很強烈 但其實因為我的主要事奉是訓練 以及教導 所以我就不是主力放在聖靈充滿 如果我主力放在聖靈充滿 我曾經有一年的時間 有一群弟兄姊妹 由早上到下午 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斷聖靈充滿祈禱 由九點到四點鐘 我有一年的時間是這樣的做法 但我不能長期這樣做 因為我教導和訓練和宣教 不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每個人的呼召 但我都很想被聖靈充滿 但是在過程中 我雖然不是經歷到更強烈的 即是有強烈 不過不是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亦都在聚會 我其實在過程的敬拜 在祂討告 我一直是領受恩高的 不過跟我以前參加 有些其實我不是覺得最強烈 其實祂祈禱是很強烈 但是在這次的聚會並不是很強烈 但是我在聚會中得到更大的祝福是甚麼呢 就是我遇到一個人是三不識七的 當時我有一個同學在地區 他就說他想去聚會 我去跟他聊天和為祈禱 這個人就走過來我 然後跟我說話 他說我昨天見到你 我就看到你身上有榮光 他就解釋給我聽 他說自從有一次耶穌跟他說話之後 他就見到有些人身上有神的榮光 其中他就說見過有幾個姊妹 他們身上有榮光 但是他說弟兄就見不到 因為很多弟兄就沒有那麼投入 但是他見到我 他說他第一個 不是他講的而已 他講的第一個 我攝錄了 他第一個是見到身上有榮光 我來說我就不是驕傲 而是說多謝神 因為我親近你、愛慕你 你是歡喜的 你是停留在我身上 我感激你、我讚美你 我將榮耀歸給你 不是我有甚麼好 是你的好 我的心只是說 將榮耀歸給神 這是神的工作 但是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鼓勵 正如我之前也有一些經歷 我覺得是很大的鼓勵 譬如有人在夢中見到我 那時候我還沒去他宣教 第二天去 他那一晚見到我 為他祈禱 他很害怕我去逃 但是去到屋子見到我 跟一些中國人在祈禱 他進去了 然後我跟他祈禱 他就充滿喜樂 然後呢 那一天 他就 充滿喜樂 他就醒了 然後我第二天去到那裡 他就告訴我 我昨天發夢見到你 那你就為我祈禱 就充滿喜樂 和充滿愛 而我當時為他祈禱 他也充滿喜樂 和人愛 都是放在網上 大家如果找到 愛的恩高葉牧師 就會看到的 南非 即是 在南非 那裡的一個姊妹 其實有不同的人 在我為他祈禱 他之前告訴我 已經在夢中見到我 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確認 即是神是月立的 其中一個很特別的確認 就是 有一個姊妹 我祈禱 她又上天堂 由她上天堂 看到這個賞智紀錄冊 她又說 我想見葉牧師那個人 因為我幫她靈命更新 他就 由師祂叫天使拿來 然後看到一本是厚的 包金的 寫著我的愛子 然後寫著我的名字 我覺得很感激 其實我一點都不是覺得 我 是覺得 神你真是好 雖然我有這麼多的軟弱 你是射滅我一切的罪 更新我 改變我的生命 是禮物來的 我願意回應你 這就是我對 神的回應和感激 我不覺得 我有什麼可誇的地方 這些全都是神的恩典 我們所做的和神的恩典是沒有得比的 所以我只有一種感恩的心 我這次去到 這次經歷了這個人 我也拍到他的見證 我會遲些放在網上 不過他的見證 全部都是英文的 我亦有一個同去的姐妹 知道有另一個聚會 是有一個人 他經常進入榮耀的領域 我也去過那個聚會 雖然他在這個聚會 並不是說到關於榮耀的領域 不過認識這個人 個人認識也是好的 就是個人認識一個人 他有進入榮耀的領域 其實我也感謝神 香港有兩個人 我説要祈禱 他都有上天堂 多次上天堂的經歷 這也是神給我們的恩典 榮耀歸給主 不是我們的好 是神的好 我會相信你的好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